好 各位大家好 我是那個生物科技系的老師許敦偉 那今天也是跟化學系一樣 就本來這是我們系主任 要來跟各位介紹這兩個學分學程 那因為學校還有其他重要的會議要開設 所以就由我來跟各位報告 介紹一下說我們這兩個學分學程 所以第一個我們是要講有機農業 開機農場經營跟創業的一個學分學程 那這是一個18個學分的學分學程 那我們剛剛同學們應該也都有注意到是說 我們所有學校這個學程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在跨領域 也就是說比如說你是生科系的 但是你要參加這個學分學程 你就必須一定要到其他的系去修 我們所要求這些其他面向的科 老師不好意思 那個現在好像有點卡卡的狀況 學成的課程呢 常常都會跟我們國家的政策有限關係 啊 什麼事 現在網路好像有點卡卡的狀況 哦 哦好 慢慢因為我在學校的網路這邊 應該學校方面還好一點 那那 現在可以繼續嗎 可以可以可以 好 那我們是為了配合國家一些政策 所以剛剛各位有聽到說 化學系的黎冠銘教授 包括他在介紹是半導體 這是國家接下來產業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那我們國家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方向 就是農業 他希望將我們農 將我們農業的這些做法 然後做一個升級 好 那我們先來講 簡介一下說我們農業其實照我們 目前視頻給你看到一個是非常有名的一個 管理跟那個新農業倡議的生態的一個學家 Schumach 他裡面所講到說 他一直強調說農業有三大的功能 第一個就是說要連接我們人跟自然之間的關係 那第二個他是說 他應該要讓我們土地更美麗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要製造是我們所需要 生活中所需要的一些東西 所以他一直強調就是說 在做農業的這個方面的話 我們必須要兼顧到我們的環境 那各位常常講到說農業就會想到說 這些蔬菜水果等等 但是其實農業面向非常多 包括漁業 林業還有蓄產業等等 也都是屬於我們農委會 農業裡面的一部分 但是因為我們深刻性 我們今天在講到這個農場 我們是以偏向說我們的作物 就種來我們所要吃的這些作物的 食用作物為主的一個農場 那我們這個課程是要強調一些有機方面 經營的一些理念 好 所以我們又回到是說 剛剛Sumar它裡面有個非常有名的書 叫Small is Beautiful 那這裡面他特別提到是說 我們對於經濟的這一種要求呢 是不錯 但是他不要被經濟主導著 我們在農業上面的這些走向 那我們現在政府也有在倡議一些 所謂的有機農業的經營 那有機農業的經營非常大的一個面向 就這邊跟你講到這個永續性 它所謂永續性就是說 我們農業 我們農業應該也慢慢要有一些面向 偏向是說 我們除了要合乎到 我們經濟上的一些需求以外 我們要顧及到我們的一些 我們的人類這些的健康狀況 還要顧及到我們自然環境的均衡 那所以這幾年來 隨著我們那種所謂一般大型農業 就是冠型農法的一個進行 因為冠型農法的 食物的那個作物的產量 確實是比較高 但是另外也有一批人 已經開始在倡議是說 如果我們土地相對稍微少一點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利用有機農業的經營 來提高我們這些作物的產業的價值 那這邊給你一個很簡單的比較說 其實在台灣 如果你要做農業的話 我們的農業的土地取得的價格 其實是相對於世界上一些先進國家 是比較高的 但是比較高是因為我們地下人稠 那還有我們確實是我們的土地的價位 也稍微比其他國家高一點 但是我們現在也知道說 也有非常多的學生們 進來我們學校以後 其實發現說 他們家可能也都是有在務農 比如說爸爸爺爺也都是有在做 從事農業的這種產出的 那他們家本來就有土地 那他們也有想過說 是不是可以換一個方式幫助他們家 在農業上繼續走下去 因為這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 一個生活上的方式 那在這邊 另外一個跟各位講是說 確實在也過去幾年來 我們這個農地的價格也慢慢在升高 所以其實我們在跟各位講這個的時候是說 如果你要想要做一些有機農業 那如果你家裡也有一些的這種土地 在那邊可以跟你利用的話 那我們這個課程裡面一些目的 也是希望說提供各位另外一個想法是說 有沒有辦法利用 新學的知識來幫你的這個土地 做更高層次的一些價值 而且讓你能夠去維持 你還不錯的生活所需 那我們這個學分學程的課程 跟下面我們還會介紹一個叫 微學分學程的課程 你們各位都可以去參考看看 因為他們強調的面向不太一樣 但是最終都也是強調在一點就是說 利用你的智慧 然後好好去經營你的農場的話 其實你是有不錯的一種出路的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介紹一下說 我們這個學分學程的一些重點 那我們這個開課是由我們生科 生物科技系主導為主 但是我們也就是要求了 就是有尋求合作單位 就是學校和平校區的事業經營系 那我們在這邊驗潮校區也有數學系 還有軟體工程與管理系 然後由這四個系來合作 來開設這個課程 那我們中指也是說 為了合乎全台灣還有全世界 它在有機農業競爭力的提升 因為有機農業雖然是在我們全世界農業的比率 稍微少一點 但是它的高的附加價值 然後以及說對於比較開發 已經比較先進國家 人民對這個農業的需求 其實有機農業的市場也逐年在擴大之中 那我們這個就要開設這個希望說 讓學生有一個很重要在提醒各位 就是要跨領域 然後休息這些有機栽培 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 企業經營還有一個管理的能力 那希望說你們在這個接觸的過程之中 有一些概念 然後能夠將來在就業的取向上面 有一些的選擇 好 那我們的學生目標 還有現修人數跟課程規劃 最主要是這樣 我們是希望說只是讓學生們 當然你們也不要想說 你修完這18學分的這個學生的課程 那你就具備所有要開設農場 做有機經營的所有的觀念 所有的知識 這是不可能的 但我們只希望說 讓你們知道說有哪些基本的智能 你們可以去慢慢去學習 而且也是教你們是說 你們怎麼樣進一步 在以後在從事這個的過程之中 怎麼充實自己 那我們修課人數最多就是以45個人為原則 但是實際需求也是可以有所增加的 那我們所要求學分就是18個學分 那課程就有分三大類 就是作物栽培跟管理 商務管理跟行銷 以及智慧農業的三大類 好 那其中有一大類是作物栽培管理 一定要修到兩門課6學分以上 那另外你還可以再選擇商務管理行銷 或智慧農業這兩個 兩大類的領域裡面 你們還至少要修到兩個學分 兩個學 兩個課程 也就是至少要3學分乘以2就是6學分 那你們看這個是6加6等於12 那另外那個6個學分就是由你們自由來選擇 那當然你們在參加這個課程 你們大概也都知道是說 我們所有這些學程學分裡面 像剛剛那個化學系老師也解釋的很清楚 就是說如果你是生物系的 你應該要多修非生物以外的 因為你生物的基本學分 你本來就是必修的 那你把本來必修放進去 你這個學分學程就沒有增加說 我們希望你跨領域的這種初衷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這個 就像這邊以生科系為主 開設這個作物栽培跟管理裡面 我們有這麼多門的課 當然就是依照這個老師 他們會輪流來開這些課程 但是如果有開這些課程裡面 同學們就至少要選到6學分 就是兩門以上的課程 但如果你是生物科技系的話 那你修了這些6學分以上的課程以後 你其他的12學分 原則上就應該要避開這個生科系 所開出來的課程 因為這樣才能夠增加 你在這個方面的知識的豐富度 那如果是說接下來還有兩大面向 商務管理跟行銷 那這是由我們委託 事業經營系跟數學系的老師合開 那數學系就比較開設了一些統計 分析 城市設計等等這個課 那城市設計各位可能會覺得說 為什麼有機農業要學城市設計 慢慢如果你們等到下一個 我們維學院學生介紹 你們可能也會稍微了解一下說 現在在做這些經營的話 其實你要怎麼樣去管理你的農場 還是需要運用到數學 還有一些財務 電子行銷管理方面的知識 那另外一個智慧型農業 我們就是委託軟體工程跟管理學系 來合開這個課程 那他們有計算機概論等等 這四大門的課程 那所以如果你來修這個學程的話 以生科系學生為主的話 你生科系裡面修了兩門課 六學分以後 其他你應該在這兩大類的領域裡面 你要修滿了12個學分 那當你修完完畢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教務處去申請說 你已經有修課證明 來合發你這個學生的證明書 那在這個裡面 這課程裡面 其實我們希望增加學生的面向 所以除了課程 我們也會邀請學者專家來做演講 那像去年我們就邀請了一個 在經營生態有機農場 非常有名的一個退休的 叫做陳士雄老師 他在彰化那邊 那個西州那邊經營了一個 有機生態農場 其實他這個生態農場的 大概是2400平方公尺 其實就是50公尺 乘以50公尺 這個長度的一個裡面 這是他那個農場的鳥看圖 你看他這裡面 我們就是讓學生們 就學以致用 是說你來上這個課 然後來看看這個專家 就像這個陳士雄老師也說 然後他來經營這個農場 他要在賣農產品 他也要學會要怎麼管帳 怎麼利用這些軟體 然後看看說我們的這些肥 不是肥料 有機肥料等等 這些進進出出的這些帳目 要怎麼去經營 然後我跟各位講一個比較有趣的 就是說 像這個陳老師他裡面講到說 他是有機農業 其實也是個循環經濟一部分 所以他開農場 他去種菜 但是種了菜裡面 他不但賣菜 他還養雞養鵝 那有些廚餘 或是有些菜葉等等 或甚至是市場上 讓人家不要黃豆渣 他就把他運回來 然後就用這種黑水芒 是非常容易飼養的人東西 他養他 讓他長黑水芒 他的小寶寶這些小幼蟲 他拿這些東西來餵雞 那雞他就會產雞蛋 那雞的雞份 他又拿來作為他有機農場栽培 那所以這一系列這樣管理 那後來他甚至發現說 他農場裡面 他這邊他放的非常多 那個蜂箱就是養蜜蜂 所以他一整個農場 就包括他還有他太太 兩個人都是退休的老師 就管理的這個農場 那利用這個方式 就是說 儘量讓我們農場裡面 這些東西有機循環再度的利用 所以其實照他講是說 他退休了以後 他經營這個農場 那最近這兩年 同學們其實在演講的時候 就有問過說 那你這樣經營農場能夠 生存下去嗎 那陳老師是說 他已經步上軌道以後 他每年就大概有100萬以上的淨收入 所以其實這也是讓學生們 能夠知道是說 這個有機農業 如果你有基本 專業的知識了以後 你是可以好好去經營的 那我們本來也是有要 安排到他這個農場實地的去參觀 讓學生的學生能夠是實地去瞭解 但是因為疫情的原因 我們不得不取消 那接下來我們還是會再找時間 希望能夠再去農場參觀 那至於在生科系方面的話 其實我們生科系 在我們的系館 這個B館旁邊 你就看到一大塊農地 如果你們來我們彥巢校區 我在這邊學生可以看到 那其實這一邊 你看到說這邊長了很多雜草 但是其實這邊就是我們 這個老師在上課裡面 一些農場實作部分 那因為學期 結束以後荒廢 同學們來修課以後就慢慢要知道說 怎麼樣去整理農場 那我們這邊也有個溫室 這個溫室裡面有些精密的 那個控制的裝置 也會教學生們說了解一下 大概如果你想要做比較精密的話 你怎麼樣去控制這個溫室 精密溫室的那個進照 所以其實我們這整個課程裡面 就希望讓你們具備一些先去接觸 然後大家知道說這是什麼 然後再希望說有朝一日 你們是不是有興趣 然後如果也有機會 家裡也可以支持的話 你們可以就去嘗試做這個方面 那這也是我們政府 要鼓勵一些青年 從事農業的一些誘因 好那以上是我的那個介紹 那希望各位有問題也歡迎發問 我們看來看 我們在這期間大家看來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